弟兄姐妹平安 每早晨都是新的 让我们天天领受神话语的甘甜 成为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 今天全员甘露的灵修进度 来到了诗篇第二十篇 这是一篇描述大魏王在急迫遭难的日子里 且且呼求神的得胜祈祷师 在这首吟唱的诗歌中 描述了君王与众军队及百姓 出战之前在耶和华神面前 同心合意的敬拜与祷告 虽然只有短短九节的经文 读起来却是简洁明确 充满信心与力量的宣告 前四节诗人用了神应允你 高举你 救助你 兼顾你 纪念你 悦纳你 赐给你 成就你 这些字句 同心恳求神在危难中施行拯救 并求神悦纳君王所献上的记 在经文第五节说出 一定能够在敌人面前夸胜的原因 乃是因为神的救恩 乃是因为我们奉耶和华神的名 树立耶和华神的旌旗之故 旌旗是打仗征战中 走在最前头的精神锦标 神的旌旗是神向敌人下战铁 是百姓站在神面前 是神要与百姓同在 更是神子民向世人宣告 我们要奉我们神的名 凯旋得胜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生命遇到难处 难关 征战的时候 是否在灵里的祷告中 呼求主名 并且奉主的名树立旌旗呢 灵性上要得胜 必先做得胜的祷告 我们所举起的旌旗 是自己所倚靠 所奔走的势力才能 是树立自己的旗为记号 或是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只信靠这位创始成中 始终神 神迹奇事的耶和华神呢 神所悦纳的人 奉主名宣告的人 必然确信耶和华神 要救护他的受高者 必从天上映引他 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 别人以军事力量夸口 敬前的人 却以耶和华的圣民来夸耀 战事的得胜 不在于战兵 马兵 乃是在于耶和华的圣民 神为了自己圣民的缘故 必和属他百姓的敌人反对 反对耶和华神的 也必全然跌倒 而属神的子民 却要全然得胜欢呼 让我们在遭难的日子 用信心的眼光 仍然极力欢畅 敬拜我们的神 因为他已经把得胜的旌旗 赐给敬畏他的人 带我们入厌言所 以爱为奇 在我们以上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赐给我们有信心的眼光 用心灵和诚实 看见你是同管天上地下 宇宙万物的神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